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常觉跟大家讲几句话是很有意思 出自孟德思雄 他说人生是平等的 根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我们没有理由 因为我们后天得到的东西 去对别人以气风法指指点点 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后天的制愿不好而自怨自艾 我们要做到在人之上要视别人为人 在人之下要视自己为人 但是很多人都过不了这个关卡 当你以气风法的时候 当你有权有势的时候 你对卑微的人 你没有一个好的面色 你没有被自尊人 你随意地用你的权势去欺压 或者是对他们谩骂 当你自己在人之下 制愈不制的时候 你失去了自信 所以你就自卑 你就没有了自我了 那你就变成了 没有自自己为人了 现在跟大家讲一些日常的例子 最明显的就是雇主和工人的相处情况 当我们小时候 我们有七八个人吃饭 晚上父母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我们五兄弟姊妹和爸爸妈妈坐在一起 但是我们一定是叫工人坐在一起吃饭 我们不会说吃剩了 你们进去厨房吃 或者夹定一些给他们 我们一视同仁 和他们同台而吃的 我们吃什么 他们也吃什么 但是当我十几十岁的时候 去到一个长辈家吃饭 他家里也是大家庭 也是有一张大圆桌坐满人 但是桌上山珍海座 我是吃不下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三个工人 站在我们后面 一张大圆桌 之前当然是装了汤 桌了饭 当我们吃到差不多 他们就立即问 需不需要添饭 当我们说不用 一吃完碗饭 已经递上一杯茶 递上手巾 再问你吃什么水果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你真是吃不下的 因为将心比己 你吃饭的时候 人家也是肚饿的时间 不止没得吃 还要看着你们吃 闻到的香味 但是还要在旁边 斟茶递水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雇主和工人的身份 阶级是很明显的分别 你是在人之上 但你当时真的没有将人 视为人 在我们家就不同 当时我有对孖子的时候 我是需要请工人 是菲律宾的人 因为我自己有胃病 我吃饭吃得很慢 所以我每次都说 你们先吃吧 因为我要看着那对孖子 所以他们和我的先生和女儿 在外面先吃 我才卖桌吃 但是完全没有夹开 所有饭都放在这里 而早上 所有的早餐 我说 你们喜欢吃什么就什么 所有的饮品 咖啡 好蓝黑 阿华田 全部齐备 香肠 鸡蛋 火腿 任吃 因为你将心比己 人家离乡别整 来到你工作的时候 当然想着家里的人 还要在一个陌生环境 难过的环境之中 如果你得不到人家的对待好些 你会不会更加难过呢 你如果想到这点 你逆地而处 你自自然而 你就会将人当做人 你说如果是在人之上 我们要视别人为人 当你在人之下的时候 你要视自己为人 我初初来到加拿大 三十年前 我是去YMCA那里 做Teaching Assistant 是看那些小朋友 有些都是一两岁都有的 我在那里 不只要清洁 我要去整理那些餐 给他们吃 我还要带他们上学放学 是一个打杂的身份 但是我并不觉得我自己是 一个卑微一族 因为工作无分贵战 我是用我努力去赚取金钱 我尽力而为 所以做了没多久 有一个离职的教师 他想叫我过场 他说你过来我这间 我给你高薪 同时是免费供你去读 这个Teaching Certificate 你到时完成了 可以在我们学校 做全职教师 一个很好的批评给我 但是我拒绝了 因为我到一点钟 就回家照顾我自己的孩子 而他那份Full Time 是要我全日的 我过来是为子女的 我何需要斟着这些呢 所以我拒绝了 而做了一年多 将近两年 我还因为脚差痛 我要被迫 是跟他说 我不做了 我辞职了 但是主管当时他说 我不当你是辞职的 我这个位置永远留给你 我只是找人代替你 你随时回来 这个位置随时是你的 所以当你是做一个 这么卑微的工作 收基本的入息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介替 我尽力而为 所以就是当你在人之下的时候 我是自己为人 所以得到别人的赞赏 所以这个在人之上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 你有钱就可以了 你高高在上 就可以请很多工人 但当你在人之下 是失意的时候 都不要看不起自己 更加要拥有自己的自尊 要视自己为人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你是用批评的眼光去看别人 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缺陷过失的 如果你用傲慢的眼光 这个世界是充满低賤如痴的 如果你用智慧的眼光去看 你原来发现每一个人 都有值得你尊重和学习的地方 所以我们为人处世 不能以世宁人 我们一定要懂得尊重别人 而处于逆境的时候 更要努力地面对 不可以失去我们的自尊 你认为对不对? 多谢大家收听